剛剛那位小鑫老師 他是靠跳繩來做瘦身的 祖雄真的跳繩可以瘦這麼多嗎 還有膝蓋不好的人適合跳繩嗎 我們等一下會幫大家示範跳繩 跳繩之前我們先講一下數據 就是我們用50公斤的人來比較的話 同樣是半個小時的跳繩跟跑步 到底會燃燒多少卡路 跳繩會燃燒315 而慢跑則會燃燒205 所以跳繩是比較高的 肯定是跳繩比較高 但是很多人會講 沒有辦法跳繩半個小時 很累啊 然後我們就講說跳繩10分鐘就好 10分鐘的話也會燃燒250大卡 也會比半個小時的跑步更多 來得多耶 所以當然它裡面的關鍵就是心率更高 因為跳繩的時候 有雙腳同時起跳跟落地 你的心跳一下子就會上來 燃燒的能量一定會更多 但是我有很多同學都會跟我反映說 如果沒有找專業教練的話 很多時候會有肩膀痠痛的問題 甚至會有腰痠 背痛 還會有受傷的問題 最多是膝關節跟懷關節 尤其是剛剛那個老實講 它160公斤 對 你光是樓下鄰居投訴 可能就出不完 自己的膝蓋真的會受不了 膝蓋和懷關節會受不了 對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跳繩的一些 正確的姿勢 因為就算你的體重沒有超標 如果姿勢是錯誤的話 也會傷膝蓋 傷懷關節 對 那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的中軸穩定的問題 你看我先示範錯誤的 有些人跳繩會 他會越跳越矮 地也會震動的很明顯 對 所以他的髖關節沒有頂好 對 所以我們跳繩要把髖關節頂出去 用核心繃緊力量 所以我們在落地的時候 我的中軸 我的身體是不會卡片的 對 所以髖關節一定要頂住 然後懷關節是可以彎曲 是可以圍彎的 那也有一種就是他 膝關節打得太直 太直的話落地也會對於 膝關節的衝擊力太大 所以就是說我們把中軸頂好 髖關節往外頂出來的時候 這個膝關節是要保持圍彎的 對 包括懷關節也是要靈活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跳 它其實不是真的跳 它是輕輕地往地上踩 像彈的感覺 對 就用腳指頭這樣踩 所以有一些人跳 他會想得太複雜 他會想這要收寬 要做得太誇張 跳得很笨動 所以我們就輕輕地這樣踩 輕扁就可以了 對 然後再加上 這個手腕的擺動也是很重要 就是用拇指頭來帶動 因為很多人 不會用拇指頭帶動的人 他會變成用肩膀 這就是類似用手腕的力氣 對 這個是示範錯誤的 錯誤的話 我就會把手打開 是整個手都在動 我的肩膀就會用很多力氣 所以我先跳完了肩膀很難痛 但其實應該要把手肘夾緊 手肘稍微離身體近一點 然後用這個拇指頭來帶動 主要是拇指在轉 所以是一個手腕這邊 拇指頭由外往內繞 就可以很輕鬆地跳起來 還可以搭配家裡的階梯 一起來做跳繩 對 因為有一些人 他的這個懷關節周邊的肌肉 就是不是那麼強壯的話 也有可能會有懷關節受傷的風險 所以我們有一個登階板的話 家裡有樓梯也可以用樓梯 對 有樓梯或者只要有凸起物 但建議還是要手有 有東西扶著 對 那我們可以 模擬剛剛的跳繩的狀態 OK 把髋關節頂出去 然後把懷關節放鬆 墊高 放鬆 墊高 這可以伸展小腿後面的肌肉對不對 對 如果身體重心比較會晃的人 我們就建議一開始 甚至可以蹲低 OK 但蹲低之後 我們的核心 膝關節都不要動 我們只有把懷關節墊高 放鬆 墊高 放鬆 對 只要重複大概10到20次 你會感覺到你的小腿 你的懷關節周邊的肌肉 有得到鍛鍊 這樣子對於你以後的落地 的膝蓋 那個肌肉保護會更好一點 沒錯 普遍現在人都會有壓力 特別是你說要瘦身 當然就是要運動 可是講到運動 我也覺得壓力好大 有個運動方式 可以讓我們減輕壓力 會越做越開心 聽完上一段 我自己壓力也很大 因為最近小年剛出生 那一定壓力爆腰 晚上睡眠不夠 所以我對抗這些壓力 就是靠運動 因為你的身材控制得很好 運動會產生血清素多巴胺 但是要注意 一定是要中高強度 你如果太低強度的 做完之後沒感覺 你就不會有那個幸福感 所以它其實有一種被虐的情形 就是說 我們需要透過運動當中 得到的這種刺激 然後你在運動結束之後的放鬆 才會得到這種幸福 快樂是後面才來的 對 在辛苦之後才會有的 所以觀眾朋友一定要成長去 對 所以當然大家知道 像遊玩運動 跑步 騎車 游泳 這些都會有 但是我建議 除了遊玩運動之外 也要做一些肌力訓練 去把它補起來 OK 所以我這邊示範幾個 是核心訓練 好 因為避免那個蘋果型肥胖 對啊 來示範一下 好 最簡單的呢 我們躺在瑜伽墊之後 我們可以做一個縮腿的動作 把腿縮起來 然後伸出去 縮起來 這肚子要用力耶 伸去 對 所以在你縮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啟動我們下腹的整個 核心 上腿跟下腹的力量 也可以對抗的蘋果 蘋果型對抗 甚至如果你覺得還可以的話 你可以微微把臀部抬起 去做縮腹的動作 這會更難一點 對 縮腹 然後放出去 對 所以這個做 大概做一組 大概10到20個 你會覺得你的腹部 開始非常的困 一般應該只能做五個 對 然後這種痠痛感 你一放鬆之後 你得到的就是幸福感 是這樣子 對 肌肉訓練的痠痛 你一放鬆之後 他就得到幸福感 一定要連續做20個嗎 我可以一天裡面分散這樣 對 這都是循序漸進 慢慢來 以你的自己的自身感受為主 就是一定要到痠痛之後 好 才來做放鬆 是 那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就反向 剛才是抬腿嘛 現在我們是把腿固定 然後雙手呢 可以到腿後去碰在一起 這個訓練的就是比較上腹的位置 吸氣 然後吐氣去碰在一起 吸氣 吐氣 一樣做到你的上腹有一種微微痠痛的感覺 就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對 大概建議是從 我們可以從五個開始到十個 到最多一組二十個這樣子 對 那除了這個肌力訓練之外 我也建議做一個伸展型的運動 因為呼吸之間也可以放鬆 對 這個也可以達到減輕壓力的效果 OK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四足跪直之後呢 把右腳放到右手旁邊 OK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吸氣 吐氣 像這樣 但這感覺滿舒服的 對 所以在做伸展的時候 重點就是吸氣跟吐氣 我們需要把吸氣跟吐氣都放慢 然後最完整的就是吸4秒 吐4秒 吸氣 然後吐2 3 4 然後再來吸氣 因為很多人在做伸展的時候 會有憋氣的情況出現 對 所以我們直接說 這個動作四個深呼吸 五個深呼吸 就直接用深呼吸來把動作做完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